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台湾之光这一题 这一题题目台湾之光 那这个是讲那个 这应该已经有一点时间的题目了 大概两三年前的题目 因为台湾之光那时候王建民正夯的时候 就设计了这个题目 那首先的话开启这个 这个default.html 那这个应该还有印象吧 我们第一步要先把那个网站建立起来 新增一个网站之后呢 那里面就会有一个首页 这个首页呢就叫default.html 那编辑设定页面属性 所以页面属性要找到在哪里呢 在下方会有个按钮叫页面属性 它的外观CSS 那还有背景 背景要什么呢 要这个档案 所以它已经给我们一个背景图了 这个部分已经预先做好了 另外呢上边界的部分为0 上边界那怎么样利用CSS里面呢 去设定上边界 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在表格 到时候你开启的时候 前方要插入一个Fresh的档案 那这个Fresh的档案也已经做好了 就是利用Fresh这个软体呢 做好了一个Fresh的档案 那把它存档之后 在那个我们的网站里面呢 有提供一个多媒体的素材 叫banner.swf的一个档案 那我这个要怎么放在Dreamweaver的网页里面 让它可以动呢 这个地方的话等一下会讲 那再来的话呢 表格的左方 就是表格的左方 它有个明确的规定 然后呢要插入一个这个档案 这个也是一个Fresh做出来档案 那前面这个是SWF 后面这个FWV 一般的话比较小的动画都会用SWF 那比较大一点的档案呢 都会用FLV的一个影像档 那外观的话呢 它要做这个 这样的一个特效 OK 那设定什么呢 自动侦测呢 宽度跟高度 让它维持一样的比例 OK 然后呢 设定什么呢 自动播放与自动导弹 这两个效果要做出来 然后设定表格的右方储存格 宽度为460 然后对齐等等的 是相关 把它放这一 背景图要放这一张图 那这张图呢 题目已经给我们 然后呢 它说这边还有一个括弧 设定什么TD TD就是储存格的属性 操作方式 然后再来就编辑 底下就是编辑文字 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地方 最后再加上一个Data的一个文字档 就完成这一题 OK 那这个我想 这个流程呢 各位再把它稍微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完成 那首先当然第一个呢 再把上个礼拜的重点再提示一下 就是请各位把这个03的这一个把它解出来 对不对 解出来之后呢 直接就执行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程式的话呢 就启动起来 按确定就可以了 我想基本上 应该启动起来 就会是繁体中文的版本 你如果没有切换的话 那如果说你要自己切换成简体版或英文版 你在自己去做切换的动作 OK 那第一个完成之后的话 有程式了嘛 第二个呢 我们要 再来就是01的 开头是01的 这个是我们免安装的版本 那把它解出来 按右键 7ZIP 里面就有解压缩字 把一个压缩档 解成一个资料夹 解出来之后 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 纸资料夹 那有这么多的题目 有没有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练习 上礼拜是102嘛 今天是104 对不对 所以呢 路径的话呢 基本上就在这里 这个路径 你按右键 可以把它什么样的 编辑一下路径 编辑一下位置 各位可以看一下 现在它的位置 就是放在C点底下的 这个什么 users的master master就是我的使用者名称 this tab就是桌面 桌面上面呢 一直到里面有两层 的104这个路径 那我们如果说呢 要开启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什么 一个资料夹 并不是一个网站 所以我要把一个资料夹 变成一个网站的话 首先你必须要到 Dreamweaver里面 做什么动作呢 网站 按一下吗 新增一个网站 这流程跟上礼拜那个102 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我前面会先多讲 会前面会讲 慢慢的话 以后新增网站的流程 我就不讲了 就直接讲那个网站 那怎么新增网站呢 按下网站里面的新增网站 首先的话名称就是104好了 OK那下一步 然后要不要使用伺服器 不要下一步 就再来的话 它的路径在哪里 浏览一下 找到桌面上面 桌面上面就有一个01 那里面还有一层104 OK那看到这个画面 里面有这两个资料夹的话 那再按选取一下好了 不过可能它再check一下 有的时候有些同学 奇怪 明明选了104 可是却没出来 怎么办 再选一次 奇怪 这是它应该程式的bug 还是怎么样 那如果一直没有 没关系 自己挡104 所以最后 可能会有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 奇怪 它一直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 是中文挡名的关系 它会有这种bug 不过有时候多选几次就好了 OK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要不要使用 不要 要不要使用远端伺服器 现在是不要 因为我们就是在 我们电脑上面用就好了 现在还没有远端伺服器 所以按for OK按下一步 那这样的话就已经完成了 OK所以我刚刚做的动作 只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命名104 下一步 下一步 那这个路径的话 选桌面上那个 如果没有104 自己打上去 按下一步 下一步 OK 直接按完成 那如果你这个地方 做没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会在你的右下角 会出现什么 出现像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网站的名称 一定是104 那这个网站的结构 一定有一个email 就是专门放图的 那可能会有个media 这个media 就是说放什么 放多媒体档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default 就是首页 那它还有一个data 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些文字档 可以放在data里面 让我们复制贴上 那当然你可以把media展开来 把image档展开来 然后media也可以展开 这两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两个背景图就在这里 那两个动画档就在这里 那你就把这个default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请你先切换到设计就好了 设计 有分割 有程式嘛 有设计 就先设计 那我们就要 总共会有九个题目 我们就是要把 这九个题目做完之后 这个网站就做完毕了 这个首页 那等一下会循序渐进的 跟各位说说明 那将来你们在建置网站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流程 OK 好吧 画面先滑给各位一下